这次的选人标准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 与此同时现在的国家队球员也有一些伤病的问题 当然有一些球员的体能状况 身体因素 我们也会在经过明天后天两天训练的观察跟测试中得到一个具体的结果 他刚刚也提到了 他会设定一个标准 然后根据这个标准来判断球员 国家队的大门是敞开的 对 在他这看来 每一名球员没有任何区别 我们只考虑哪一位球员能适应国家队的这个系统 我们会判断明天后 明天后 这些球员会来到HIKO 谁在竞争模式 竞争模式 竞争模式 谁能处理这两个友谊游戏 当然从明天开始 我们会通过两天的时间 就如我刚才所讲 目前正召进来的队员会进行一个测试和观察 确定他们是否处于合适的身体状态 能不能进行接下来的两场友谊赛 以此来建立一个为两场友谊赛有一定竞争力的团队 之后 国家队的大门向所有人敞开 这些人员的变动 流动是很正常的 所有符合他用人选人的标准的球员 我们一定会进行征兆 所以 以此标准来要求球员 就跟年龄无关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